歡迎收看小明星 大家好 跟大家見面了 這個星期 我們剛剛過了中秋節 所以我們開 也講了月亮這個問題 美國那個Artemis 1號 那個發射火箭的計劃 就很快就公佈了那個時間了 就是這個月要完美 今次不會太嚇勁吧? 真的很難說 拖了兩次 現在終於公佈了那個期就是9月底 就會再嘗試發射 過去一兩個星期發生了什麼事呢? 第一次延誤就是應該去法國 有那個火箭發射原料裡面的撥室 那些位置不相信 就是不是很有效地平衡到 那些燃料的溫度和壓力 可大可笑的 於是第一次押後 打算押後幾天就沒事了 第二次就發覺整支燃料就流油 那些不是油 只是洩漏 燃料又洩漏 那接著就想著 還要押後多幾個星期的 那現在它就補回洩漏的位置 就再次注入燃料 就發覺不漏了 那些東西又似乎繼續用得 那希望不要再有新的問題出現 那如果沒有的話 讓事情過關 那9月27號就會升空 就是一波三戰 我這裡看了9月23號 當然不要緊 他原來還有一個backupdate的 就是說他們都很謹慎的 9月23號那個不行 還有一個 10月2號 是不是 所以這個我相信一直排棄 但是始終有一次一定可以的 這個我也很相信 但是你看那個情況是不是 是不是他們這次多急 要這麼快就宣佈第三個發射日子呢 其實是這樣的 越擺得太久 那個資源消耗越大 就是你每次準備了 你扔了錢去設置一些東西準備了 有些東西你過期不用就浪費了 所以你難得趁著去準備 也是一個還是合理的狀態 我們認為安全的合理狀態的時候 就用了它 所以就越快越好 因為你拖得太久 你只能說 你不要說火箭了 現在我們在說很多飛機 因為瘟疫放在這裡 可能幾個月沒有飛的那些飛機 你突然之間用回你的鏡頭 所以其實這些東西不要放太久 趁著它最巔峰狀態 你檢查過它最沒事的狀態 在合理範圍之內就馬上去用 所以對於他們來說其實是一個 他們想快 其實莫非都是想省錢 其實都是 不要再拖了 越拖越浪費資源 是啊 沒錯 這個很難得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太空總書其實一直都很官僚的 但是這次發誓 我看到的 從新聞那裡 是一個相當之有公關意義的一個星空味 當然那個公關意義 所以大家知道這個James Webb 為我們這個節目提供了 永不枯竭的靈感 每個星期都有新照片拍出來 每個星期都有些漂亮的照片 我覺得大家當視鏡剪這樣看 基本上這次要拍這個 是我們很熟悉的那個獵戶座 應該就是Orient 裡面是那堆星雲 你看到它拍出來的效果 如果台藏一直掃下去 應該就公佈了一張 就是一個比較 就是你如果用哈佈望遠鏡 和這個James Webb 拍攝的那個比較 那這裡一會再找出來 你就看到兩者之間的分別 除了一些細節的位置清晰之外 你一比較你就知道 我也是那句的 James Webb在那裡鬆肌肉 但是我們要看一看 這個這樣的發言 其實它那個說法就是說 是一個新星的誕生 是不是 它新星誕生很多時候就依賴著 你在那些比較黑暗星雲那裡 你會不會找到一些資訊 那些資訊是符合了我們對 就是星體誕生的一些觀測 那你要明白 有星誕生就是未誕生 就是未成形 但是沒有很強的訊號給出來 因為你成熟了的星 你就一顆太陽的東西 它有光 是不是 它有穩定的核脆變反應 然後自己的慢有引力 就是由穩定地把整堆東西 吸住在一個範圍之內 令到它們不停地一個 可以受地心的黑力 控制著穩定地核爆的 一件這樣的物體 就是一個星 如果它沒有形成的星 往往就是說 那些紅外線信號是多很多的 就是它還沒有熱到 它真的發出很多的可見光出來 於是在以往的天文觀測來講 就是不是那麼容易找到的 你起碼就是說 如果用哈佛 你大約知道那裡比較熱 那可能你也是最後發覺 它是用可見光來看 那已經熱到紅紅的了 好像鐵一樣燒紅了 那你就知道那裡開始有點熱了 那如果你現在是用James Watt來看 因為它看了紅外線的話 那就是說它都沒有發出過可見光 已經你看到的東西聚集了 有些東西越來越熱 你是看到的 就是相對比其他地方熱了 冷了一些你會看得到的 那你就比較多一個的視覺去看一下 究竟哪裡聚集了一些物質 是準備形成一顆星準備發光的 我終於找到就是那個哈佛 和James Watt的影像的分別 你已經在這裡看到了 你怎麼評價這張 我就覺得差很遠 不是 我第一反應都是差很遠 就是以前看就 哇 很多東西看不到 現在有一些紅一匹 現在就是你見清晰很多 就是那種無論清晰的解像度 和它那種反差 你發覺就會出很多 那當然啦 你如果說用James Webb拍的東西 很多時候它會接收這個紅外線的訊號 它會再加一些 就是你想把那個紅外線的訊號 放上去我們眼睛看到 很多時候你會做一些人工的驗息 這個就純粹為方便之用 但是如果真真正義的數據分析 我們就會多了一堆數據 去對應這個紅外線 就可以讓我們去更加計得到 那裡那堆星雲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獵戶座 來我們不算很遠 我如果沒有記錯 好像是千多光年 好像是很近的 算是近的 在我們銀行系裏面 甚至乎我們晚上很容易看到 它都是很光 整個獵戶座很清楚 就是一些很主要的星座 那你會發覺就是 哈佛也好 因為現在James Webb也好 他專門抓著這些 很出名的東西重新拍一次 就給一些你以前沒看過的東西給你看 你自己用望遠鏡影也好 你用哈佛看也好 我現在給一個James Webb 你是前所未有地這麼清楚這麼漂亮的 那就是 我就後來有機會跟其他 有些跟天文學 就是天文學研究前員 還比較有接觸的朋友 他都說就是說 到了他遲下再過了這個教證的階段 就是現在他還是想去做 拍多一些東西來做教證 就是他不停地去試 就是我們這個James Webb 這個望遠鏡 去做到最好的解像度 可以去到極限 可以去到多少呢? 拍一些我們已知的東西 想拍得漂亮 我參數月是怎樣的呢? 我們其實還在調整鏡子 只不過現在發覺 都沒有調整到最有100%信心的時候 已經拍出來的東西很漂亮 到了調整鏡子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他就要開始一些 我們以前不是看開的東西了 到時候可能就反而是 那些這樣的研究和觀察 就是一些比較衰時內的那些 到時候可能我們呢 就不是這麼密漆漆 就過個禮拜有James Webb的新照片 現在這個階段就是 真是有一個新的東西 到處玩一下 到處拍一下 以前拍過的都拍一下 做一個比較 所以就趁著 現在這個James Webb 還可以到處很開心地 去到處拍攝的階段 那我們就 儘管講多一些這樣的美的照片 給大家聽一下 其實好像似不似乎 我們好像20多30歲 以前買一部新相機 到處10下10下 拍一下 其實都不用說到這樣 只是90年代哈佛一出的時候 到處拍攝 那些人都是這樣反應的 不過那個年代 90年代中後期 那些互聯網還沒有很盛行 甚至就是高解像度的圖片 都還不太容易 在網上流傳的時候 我們主要看都是靠新聞發布的 就是 我記得那個年代 剛剛你還可以上網 你都可以去到NASA的網頁了 但是 你一樣有些照片可以看 但是哈佛最新的照片放上去 但是你一張就撈很久 那些這樣 你很難得有一張 放上來給你做Wallpaper 但是現在 就是那個年代 那些解像度 現在很輕易就達到了 就是會是這樣 就是隨著那個 這個真的科技進步 我們是更加可以容易得到 這些這樣的相片 那這個相片本身的質素呢 或者跟以前哈佛比呢 是不是他這個 James Webb的頭看網 他看的東西不同人眼的 但是我們看他的照片 是在數據的基礎之下 去調教過 給我們 就是容易去看這些 是的 就是他多餘了一些紅外線的信號 那如果有強的紅外線的信號 我怎樣在這張照片 適當地加一些的顏色 或者是一些光度調光去 令他知道這裡有更加強的信號出來 那他這裡是做了一些這樣的手腳的 所以就是說 你問我很可能就是 可能用哈佛看那個 那種顏色的色調 才會更加像我們眼睛看到 用James Webb的那個 就會是多了 多了一些東西 但是它多了 清晰了 多了資訊 在數據分析那裡 其實就是 我們是更加多感官以外的 的重要數據 就更加豐富 其實才是更加好 我就會說 還有大家看不見那個背景 以前看不到那麼多的點點 這些是不是聲音來的 還是什麼 這些點點可能純粹就是 那些新聞後面的 其他背景的聲音來的 有些是近有些是遠 這個我說不出 但是就是它背景遮住的東西 就等於那層雲毛後面 遮住那堆聲 現在我們都清楚看到了 這樣的樣子 是啊 原本就看不到 現在就看到很多 是啊 那如果這個 James Webb的望遠鏡 就是如果你說 它看了一些比較 我們已經是看過的東西 它較正到 它有可能看著一顆星的誕生呢 這裏呢 有幾樣東西可以順帶一提 有一件事 我沒有拿出來打算說的 也沒有傳給台獎 但是我覺得我可以在這裏提一下 就是天文的這些東西 很多時候就是 你希望找到一些預警的訊號 來去遇過一些重大天文事件的發生 新星誕生 是的 有顆星又沒有變成誕生了 我們很想知道它誕生的過程 甚至乎這顆星誕生的過程的時候 周圍有沒有一些行星去誕生呢 我們很想它呈現出來的 那看紅外線信號 會是一個好的 好的parameter 好的參數來的 所以我就會說 James Webb應該是會有幫助的 去看這些東西 另外呢 其實也有天文學家去嘗試去追一個東西 就是說 超新星 新星和超新星 這個東西很小心 其實呢 我就算說新星這個字 在天文學上面 我覺得有些東西就是 講下去又要解一下 我們剛才講的那種新的星的誕生 就是 the new birth of the star 就是一顆星又沒有變成誕生 但是在天文學上面 如果你說 用新星這個字 Nova 又有另外一個意思就是Nova Nova 很多時候就是 那些白矮星系統 其實是一顆 本身已經死了的星來的 然後它周圍又有新的物質堆積 塌陷入去 於是乎又閃一閃 又突然閃一閃 又不閃一閃 你開頭我們以為 是不是一顆新的星誕生呢 原來不是 那些Nova 原來往往是一些白矮星系統 它死了之後 自己死不斷氣 又自己有東西倒下去 又發光 給你看 然後有一種叫Supernova 超新星 所以這裡我都要很小心 如果說很多時候 你看我如果說 新的星的誕生 我就避免用新星這兩個字 因為如果說 知文學裡面說 新星很多時候代表著Nova 是代表著白矮星系統形成那些 然後就是超新星Supernova 又是一些星死的時候的過程來的 這裡先說一下 James Webb 他應該很有條件幫我們去預視到 一顆新的星什麼時候將會彈生 他能不能夠預視到 什麼時候會有超新星彈生呢 說不定都可以 因為有人提出了一些方法 就是在超新星爆發 到了紅巨星階段 爆發之前 其實有一些特別的結構 如果那個結構一出現 外面有一股霧 不知道有什麼東西出現了的時候 就說幾年來就爆了 於是我們值得不停地追蹤著他 這樣 其實你說交給James Webb 做他有何不可呢 是不是 一樣是可以的 所以就是 對於一些很遙遠的事情 我們可以用它來看 然後一些突如其來發生的事件 我們如果能夠用到這個James Webb 來捕捉到他 那就更加好了 那就可以 就是有些急劇的天文事件 到底是怎麼發生的呢 我這裡就想到 最急劇的就是那些 那些超新星那類的東西 而超新星的誕生 那個其實是肉眼都看到的嗎 是啊 到你看到的時候 它就已經爆了 我們是想看它怎樣在爆給你看 這個就是 到了它一路 已經發光的時候 你已經看到 已經去爆 甚至是爆完了 爆了 整著的光 那是這樣的時間 那我們就希望看到一些 從開始的光 到變成曠光爆那一下 其實就是我們想抓不抓這裏 那這裏另外有一點 哈佛呢 都不會就這樣收屁的 哈佛如果你剛剛看這個禮拜 它都拍了一張很有趣的新的照片 就是看到有兩個銀河搭在一起 有一張很有趣的照片 就是如果台長你是Search Hubble 就是Overlap Galaxy 這些這樣的字眼 還有找剛剛這幾天的哈佛的新聞 你會看到那張 就是踏轉那個 其實這個也是哈佛自己本身都很了不起 好不好又找James Webb拍一次呢 其實沒有說不行的 找到了 很快就找到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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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大家看看 這個你有沒有些什麼可以說說的 我可以說一下我不知道些什麼 我知道就是這樣說 你看到它踏起來究竟 其實它剛好在前面踏起來 還是它其實隔了一個很遠的距離 剛好在前面好像在鏡頭前面走過呢 那這裏我就不是很看得 就是由這個照片我不是很看得清楚 你要問我就是如果他們真的兩個 是直接在撞起來的時候 就更加撞起來 就值得追蹤下去看 還是它一前一去回答我 就是看得很清楚 那這裏就要 就是 我真的要 當然其實拍到這些照片下來的時候 我們有能力去知道的 其實這件事情 在誰前 誰後 誰回答誰 我們知道的 只不過就是我純粹納了納了納了 這則新聞 我又 因為是這樣的 幾個禮拜前 James Webb也是拍到那些 五個文學排在一起 有在前面畫過 就是又講過類似的東西 所以我又 免得在這裏有殺有戒事 拿出來講解 但是其實不停地有些新想拍到 就算哈佛 那你可以預期就是 哈佛在90年代中到現在 2022年都還有東西 供獻給大家 玩30年 就是一點都不期 可以說James Webb真是去到 我們都白了頭髮 都應該還有東西拍到 還有好東西可以拍到的 我就會拍到 我白了 OK 我正在白了 我也看到一條 我看到一條 我看到一條 是 好啦 那我們這些事情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